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中国故事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 诸葛亮牧牛流马 智慧创造驻蜀汉 二 去源头江悲愤 处辞流民千古 三 唐太宗李世民 开创贞观之志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诸葛亮牧牛流马 智慧创造驻蜀汉 诸葛亮 这位三国时期的智慧象征 不仅是蜀汉的军师 更是古代黑科技的代表人物 他的创造之一 牧牛流马 可不是一般的发明 这可是古代的物流革命啊 首先 让我们来揭秘一下 这个神秘的牧牛流马 到底是什么 想象一下 在那个马车还没有导航 快递小哥还在穿越梦想的年代 诸葛亮就已经开始思考 如何高效运输普及了 牧牛流马 顾名思义 是一种利用木头制成的 牛和马形状的运输工具 但别小看了这些木头玩意儿 他们可是当时的物流革命者 能够在崎岖的山路上 运送粮食和军需物资 大大提高了蜀军的补给效率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 诸葛亮发明牧牛流马的背后故事 想象一下 诸葛亮在武藏园上 面对着连绵的山脉 和蜀军的粮食危机 他深深地皱了皱眉头 突然 他的眼前一亮 灵感来了 他想 既然真牛真马 腊祸容易累 那我就造个不吃不喝 不知疲倦的牧牛流马好了 于是 一场古代的黑科技研发大会 就此开启 诸葛亮带领他的团队 夜以继日的工作 终于造出了牧牛流马 当这批特殊的运输队伍 首次出现在蜀军营地时 士兵们都惊呆了 有人惊叫 这是什么鬼 有人则是满脸疑惑 这能吃吗 诸葛亮在一旁微笑 心想 等着瞧吧 这将是改变蜀军命运的关键 果不其然 牧牛流马的投入使用 大大提高了蜀军的物资运输效率 让蜀军在余位 吴的战争中更加得心应手 这不仅是一次物流上的革命 更是诸葛亮智慧的体现 让后人对这位古代黑科技大师的 敬仰之情 油然而生 当然 诸葛亮的牧牛流马 也留给了后人无限的遐想空间 有人说 如果诸葛亮还有机会 研发第二代 第三代牧牛流马 说不定 我们今天的物流行业 就要提前进入智能化时代了呢 总之 诸葛亮的牧牛流马 不仅是一项创新的发明 更是智慧与创造力的结晶 它不仅助力了蜀汉 也成为了中国古代发明 创造史上的一朵奇葩 每当我们 在享受现代物流带来的便捷时 不妨也记得 那个在三波时期 就开始思考物流问题的智慧老人 诸葛亮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屈原投江悲愤 处辞流民千古 好的 让我们一起 探索这位古代文学巨匠 屈原的故事 以及他如何以一己之力 开创了楚慈这一文学流派 留下了千古流传的文学遗产 屈原 这位古代楚国的贵族出身 不仅是政治家 外交家 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 他的一生 可以说是才华横溢 全命运多舛 想象一下 这位楚国的大夫 在政治上屡遭挫折 最终因忠诚而被流放 心中充满了对国家和人民的 无限忧虑和爱 但是 正是这种深沉的忧愁 和不屈的精神 催生了屈原那些 令人震撼 心灵的诗篇 说到屈原的投江自尽 这可是一段 扣人心弦的历史佳话 相传在公元前 278年的端午节那天 屈原在长达数年的 流放生活中 得知自己心爱的楚国 被秦国所灭 悲痛欲绝之下 投蜜罗江自尽 他的这一跳 不仅仅是一位忠臣的绝望 更是一位伟大诗人 对于理想与现实折磨的 终极抗争 而屈原留给我们的 最宝贵遗产 当属他的诗作 他的《黎骚》 《九哥》等作品 以其独特的想象力 丰富的情感 和深邃的哲理 开创了楚词 这一文学流派 对后世文学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屈原的诗 不仅仅是文学上的珍宝 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想象一下 如果屈原活在今天 他可能会是那种 在社交媒体上 拥有数百万粉丝的文学巨星 每发一条微博 能引发无数网友的热烈讨论 或许他会用现代的方式 继续传达他那不屈不挠 忧国忧民的精神 最后 让我们以一种幽默的方式 来纪念屈原 如果屈原知道 他的头江之举 不仅让他成为了 千古流传的英雄 还让我们每年端午节 都要吃粽子 塞龙舟来纪念他 他会不会觉得 这一切的一切 其实也挺值得呢 屈原的故事 是悲愤 是才华 是不朽 更是一种永恒的精神传承 他用自己的生命和诗歌 为我们留下了 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让我们在欣赏 他的文学作品的同时 也不忘那份 对理想的追求 和对生活的热爱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唐太宗李世民 开创真观之志 好的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回到了那个辉煌的唐朝 聊聊那位传奇人物 唐太宗李世民 以及他开创的那段 被后人津津乐道的 真观之志 首先 我们得先介绍一下 主角李世民 这位大佬 不仅仅是个战场上的猛将 更是个政治上的高手 想象一下 他在位期间 国家安定 经济繁荣 文化发展 这不就是古代版的 超级管理员吗 说到李世民的成就 不得不提他的人才观 他用人为贤 不问出身 这在当时 可是相当前卫的 他身边的大臣 有的是普通家庭出身 甚至还有 被他从敌人那里挖来的 这就好比 现在的公司老板 不看学历背景 只看你能不能干 李世民就是这样 集齐了一群天下英才 共同打造了 真观之志的辉煌 再来说说 他的治国策略 李世民非常注重法治 推行最有所规 让法律 成为社会的基石 同时 他还大力推行节俭 自己带头过简朴的生活 连宫里的灯都要省着点用 这种做法 在今天看来 简直就是古代的环保先锋 当然 李世民的成功 也离不开他的开明 他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 甚至专门设立了建议大夫 就是给他提意见的 这种制度 可以说是古代的意见反馈箱 保证了他能听到最真实的声音 避免了闭门造车 不过 说到底 李世民也是个人 也有他的小烦恼 比如 他特别害怕老鼠 据说有一次 他在读书时 突然跳起来大叫 原来是一只老鼠 跑过他的脚 这位一世英明的帝王 在老鼠面前 也只能认怂 总的来说 李世民的贞观之志 可以说是 古代治国的一个典范 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 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当然 如果他在今天 可能会被誉为管理大师 或者改革先锋 不过 不管怎样 我们都得感谢 这位古代的超级管理员 为我们展示了一段辉煌的历史 总结起来 这次的介绍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 我们从蜀汉的智慧 象征蜀汉开始 了解了诸葛亮所创造的 牧牛流马 让蜀军在物资运输方面 取得了巨大的突破 接着 我们探索了 古代文学巨匠屈原的故事 以及他如何以一己之力 开创了储词文学流派 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最后 我们回到了辉煌的唐朝 聊聊唐太宗李世民 开创的贞观之志 展现了一个古代 超级管理员的风采 通过这些故事 我们不仅了解了 古代智慧 和创造力的卓越成就 还让我们对历史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而且 这些故事中 蕴含的智慧和精神 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无论是诸葛亮的智慧创造 屈原的忧国忧民 还是李世民的开明 和善于听取意见 都是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最后 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这些古代智慧和创造力的故事 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思考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